如果说三国时期最爱才的诸侯是谁 那非曹操莫属 曹操为罗治人才 共发布过三次求贤令 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没有做过的 而拥有中原核心地区的曹操 也成为了三国时期 网罗人才最多的一员诸侯 但在三国演义中 为了着重描写刘备集团 我们对于曹魏集团的人才实力 可谓是忽略了不少 同样的在三国演义中 曹操仍然有着许多 想得而未得的名将名士 比如孔家十九代孙恐龙 得了他的人却未得他的心 比如关羽 得了一阵又自个人跑了 再比如徐树 史迹招来了却一言不发 总之曹操可以说了 网罗了天下名士的十之七八 但另外的十之二三中 仍然有着曹操垂涎欲滴的将才 今天小编在这里借着酒进 给大家来个小盘点 看看曹操这一生中 最想罗治的五大名将是谁 第一得而复失的关羽 曹操对关羽的欣赏 在三国演义中 从温酒斩华雄就埋下了伏笔 在此之后 关羽一直跟随刘备东奔西走 却始终没有获得太大的舞台 在曹操击破刘备之后 刘官张三人各奔东西 刘备被逃投奔袁上 张飞流浪落草为匪 而关羽在最后一刻选择了 向曹操投降 这对于有名将收集匹的曹操来说 这绝对收到了一名最高级别的武将 而关羽在曹营也算是有所立功 原渡之战中的白马一战 关羽震斩炎梁 立错援军锐气 为曹操营下关渡之战 立下汉马功劳 而立功之后 关羽则突然选择挂印而去 曹操最终没能得到之后 威震天下的关云场 第二 长板破钱的赵云 说到赵云在三国演义中 真实实地演义了什么叫战神的角色 一处七进七处长板破 使得民间几乎将赵云封神 而在演义中 赵云的幸存少不了曹操的爱才 若不是曹操勒令活捉赵云 那恐怕赵云和怀里的阿斗 早就死在曹军的剑雨之中了 在此之后 赵云无论在荆州 东吴都作为刘备的贴身护卫 立下汉马功劳 如果当时曹操勤火并收降了赵云 失点为的遗憾 恐怕就会消散大坝了 第三 三姓加奴吕布 吕布的忠诚度如何 所有三国游戏都会给出答案 但我们爱收集人才的曹操 却不这么认为 攻破徐州之后 吕布被属下 众将勤至白门楼 当时吕布一番将词 着着实实打动了曹操的内心 如果得吕布相助 曹操平定天下的难度 会大大降低 至少作为一员虎将 吕布无论带兵 还是武力都属上城 可人就怕吹枕边风 当时刘备 是曹操眼前红人一鸣 这位刘皇叔 在耳边嘀咕了几句 吕布的人头就落了低 或许当时刘备 也是趁机变相阻止 曹操势力的加强吧 第四 江门虎子马超 马超早年与南兄奴一战的时候 就声名远扬 被后人称为虎臣皮士 作为爱才收集人士的曹操 自然想将马超收揽于手下 而其父马腾也被曹操 忽悠尽惊为官 这样也是为了控制 和收揽马超的手段之一 曹操还封马超为徐州刺史 有心笼络马超 乃至马超没有去赴任 欢言至马超拒绝了曹操的招揽 更可怕的是 马超不但拒绝了曹操 还主动向曹操发起了攻击 在三国演义中 马腾率马超向东进攻 而在真正的历史上 马超可是不顾老爹马腾 在曹操手中的现实直接出兵的 而这也直接导致了 在夜城的马腾一家 被曹操斩首 真可谓是坑爹 第五 死中猛是点围 有人会说 点围不就是曹操的手下吗 为何说是曹操最想得到的将领呢 只因为曹操因一时私欲 而痛失这缘可以说是 三国最好的保镖 三国演义中是这样描写的 当时张秀投降曹操 可曹操却找上了张秀的嫂子 于是张秀恼羞成怒 突然反叛攻击 曹操大赢 而点围为了掩护曹操逃走 战死于乱军中 曹操事后非常痛苦 无比内疚和自责 可以说点围的损失 完全是因为曹操的私欲 不是敌人太强 也不是曹操的判断失误 实在是曹操的欲望太强烈了 以上五元名将 真可谓是收集控曹操 最希望得到 也最希望重用的五人 有人未曾得到 有人得而复失 总之曹操真的是 和这五个人无缘吧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